很感謝鄭鴻哥、玉明哥讓我在這裡分享我在創業會裡的見證 參加營會前的我上過了養育班 在人的面前好像很多人都覺得我很棒 但卻有許多自己的軟弱與問題 我很愛神,每次聚會我都是全心全意的在聽信息 我每天都會禱告和靈修 但有些時候抽敵會利用我的過去 利用我的軟弱來捆綁我 最一次次的磨難我,干擾我和神之間的關係 最使我憂傷難過,使我對神產生懷疑與不幸 破壞了我和神的關係 雖然我已經信主了,但我和神之間的關係卻是時好時壞的 我發現很多事情與感覺,憑著自己真的無法做任何的改變 於是我想帶著恢復和神之間的關係的一個期待來到創業會 希望能經歷到誰更深的愛 創業會中,在心靈醫治的這堂課中 講人鼓勵我們不要管別人也不要禱告 就喊出你對某些事情的感受 我納喊出我對我的壞習慣,我的家庭的一些感受 我知道這並不是我的怨恨 我的哭喊顯示出我對自己不論是過去或是現在的無能為力 忽然間我好像看見神牽著我的手 帶領我離開,帶領我飛離那個我小時候 不小心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不好的頻道的那個場景 神醫治的那個影響我的事情 而更重要的是,在第二天晚上聖靈充滿的那堂課中 帶導者為我預言禱告,他看見了我走在一個吊橋上 吊橋下面是湍急的河水 總是讓我卻步不敢走到吊橋的對面 但他對我說,只要我緊緊抓住吊橋上的繩索 這條繩索就是聖靈 只要緊緊跟隨聖靈的引導 神就能帶領我走到那我從前未達到過的對岸 達到我以前想都沒有想過的境界 維林哥在這堂課說 聖靈是我們的幫助者,帶導者,是我們的好朋友 大二我在學校的團契有參與服飾 但常常我會對未知的未來感到恐懼 大二的課好多,我的服飾能做好嗎? 我在團契和教會的人際關係我能經營好嗎? 我真的好想帶我的家人信主,但我可以嗎? 一個又一個的疑問常常浮現在我的腦中 就像我走在吊橋上懼怕那湍急的水流那樣 我常常覺得自己不夠堅定 不曉得我到底能做什麼 但現在我知道神賜下寶貴的聖靈 祂好像親自安慰我說 我是你的好友,是要幫助你的那位 緊緊跟隨我吧 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想那麼多 我必要幫助你走過吊橋 我可夢在未來的生活中 像經營婚姻那樣子 經營和聖靈之間的關係 我宣告,我要依靠神的能力去實際 去經營和這位好朋友之間的關係 阿耶路亞,感謝主將一切的榮耀而歸給他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